再来关心本土的疫情 最近零星的多点爆发 台北市今天共新增了三例 一人是台湾银行管前分行的怀孕桂园 另外有两人则是居住松山区的雇主跟外傭 因为外傭出现的症状 雇主陪同裁剪双双确诊 另外新北淡雪则有一名在中原大学任教的教授确诊 以及永和女家馆都因为出现的症状裁剪确诊 光是今天啊 双北的本土确诊只有四条的传播链 感染源不明 航员不敢大意 民众领取存折 先喷满满酒精 台湾银行管前分行将业务量降到最低 减少民众进入接触 因为一名怀孕的桂园确诊 24号还正常上班 25号修产前假 27号发烧裁剪阳性 15名航员遭匡列隔离 目前感染源不明 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确认它的感染源来源 没有找到的话 可能就还要担心它有扩散的可能性 北市疫情拉警报29号新增三例本土 另外两例是松山区一起家庭群聚 外用28号出现症状 雇主陪同就医双双采检确诊 采检出来CD值比较低是7.7 其中有一人就是他的这个被照顾者 23065 那采检出来是阳性的 那CD值是14.3 这位被照顾者目前没有症状 桃园中原大学大规模清销 因为校内有一名男教授确诊 教育局紧急公告 这名教授受课的班级与学系全面停课 确诊教授案23124 加注淡水属于新北个案 于永和一名60多岁女性加管案23076 皆因有症状裁检确诊 同样感染源不明 未知感染源临行个案多点爆发 围堵社区传播疫调得加快脚步 自助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